看经典电影品百味人生 今儿跟大伙推荐十部让人血脉奔章的韩国黑帮电影 朋友上映时间为2001年的3月31号 豆瓣平坤7.8由张东建领先主演 影片讲述了四个好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 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其中两位学业有成 另外两位则加入了黑帮 并且在帮派的争斗中成为了敌人的故事 青春迷茫叛语 当四个好朋友重逢的时候已经是物实人非了 江南1970上映时间为2015年的1月21号 豆瓣平坤6.6 由金莱元和李敏昊临现主演 该片以上世纪70年代的韩国为悲点 讲述了两个孤儿出身的好兄弟失散之后 分别加入了黑帮 多年后两人因地产的利益再度重逢 亲情友情金钱荣誉 兄弟二人被迫成了政治权利的帮凶 甜蜜的人生 上映时间为2005年的4月1号 豆瓣平坤7.4 由李敏范吴达珠和黄正敏领现主演 影片讲述了黑帮成员善语 因办事能力强而深受黑帮老大的记录 在替老大管理酒店的过程中 因一时的恻隐之心 放走了老大的情人及其向好 最终和整个黑帮反目为仇的故事 人在江湖混最害怕的就是 意识足称前骨恨 电影就是电影 上映时间为2008年的9月11号 豆瓣平坤7.5 由苏志谢和江志焕领现主演 一个是黑帮的流氓打手 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但却厌倦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 一直梦想着能成为一名演员 一个是动作明星经常在景片中 扮演黑社会的流氓 他厌倦了这种虚假的角色 希望自己有一天能真正成为一个厉害的人物 一个想当演员的流氓 一个想成为流氓的演员 两人相遇相知 并潜移默化的相互影响 与犯罪的战争 坏家伙们的全盛时代 上映时间为2012年的2月2号 豆瓣平坤7.8 由崔敏植、何正宇和马东西领现主演 1990年韩国总统卢太宇 发布与犯罪的战争的宣言 在警方的严打之下 由崔敏植饰演的黑帮老大落 从而揭开了这位风云人物的传奇经历 《优雅的世界》上映时间为2007年的4月5号 豆瓣平坤7.5 由宋康浩领现主演 影片讲述的是某黑帮帮派里的中层人物康仁九 拥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家人 他一直梦想着和家人过上优雅的生活 为了达成愿望 他开始图谋间大事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但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新世界》上映时间为2013年的2月21号 豆瓣平坤8.8 由李正在崔敏植和黄正敏领现主演 影片讲述了一名警察在黑帮卧底的过程中 上级领导的冷漠和黑帮老大的关爱 渐渐使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当自己的大哥电梯战神丁青被杀之后 他最终做出了选择 放弃警察的身份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黑社会老大 向日葵上映时间为2006年的11月23号 豆瓣平坤7.9 由金来源领先主演 影片讲述了一名黑社会传奇人物出狱之后 本打算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但种种恶势力却把他逼得走投无路 无奈之下他单枪匹马杀入地鹰 以一人之力将黑恶势力铲除的故事 《卑劣的街头》上映时间为2006年的6月15号 豆瓣平坤7.9 由赵阴成领先主演 三流黑帮的小同路平斗 为了能成就一番事业 受老大的指派干掉了老大的眼中定 并且杀了阻碍自己发展的顶头上司 干了太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丙斗的内心非常的痛苦 他将自己干过的坏事告诉了自己的同学 一位准备拍摄黑帮片的导演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位导演居然将他的事迹搬上了阴幕 丙斗因此召来了杀神之火 《黄海》上映时间为2010年的12月22号 豆瓣平坤8.5 由何正宇金韵石领先主演 沿边出自车司机九南 为了还债也为了找自己的老婆 受黑帮老大棉正赫的雇佣 前往韩国刺杀一位老板 由于在行动的过程中出现了披露 棉正赫为了销毁证据 开始带着人追杀九南 影片中的两位主要人物 九南和棉正赫不仅战斗力超强 而且相当的抗奏 尤其是棉正赫 手中的一把大斧子有万夫不当之用 千军万马如无人之境 不服可真不清 韩国电影在1998年分级之后 在暴力美学方面可算是做足了功课 这一点我们是永远学不来的 才是秋天早上发生的 情人物 消耗 ад测 花